警察要那個啦 敲我家門啊 手機鏡頭拍下 門外站著一群員警 不過男子口氣囂張 不願意配合 你們到底在敲什麼啦 你們到底在敲什麼啦 你們要噴我幹嘛啦 鏡頭突然一陣晃動 男子也瞬間安靜下來 因為員警透過門上的孔洞 對他噴出辣椒水 不過遇上員警上門逮人 竟然還開直播 噴漆襲警的就是他 涉及偷拍案的 李姓副哨 跟警察對峙開直播 不是第一次 李姓嫌犯在上個月底 涉嫌偷拍不啞影片 還散佈上網 而當時他被以兩萬元交保 不過警方掌握偷拍的具體事證 持局票再度來到租屋處逮人 而李姓嫌犯惡行不改 不但關門拘捕 還拿紅色噴漆攻擊 正在破門的園警 你們到底在敲什麼啦 你們到底在敲什麼啦 你們要噴我幹嘛啦 直播不但五分鐘 園警過門而入 並將理性男子壓制 帶回桃園地檢署偵辦 由於嫌犯上回 聲稱家中養狗狗沒我會死 而逃過積壓 警方這次有備而來 嫌通知動保團體 協助照料寵物 有檢方再次提出積壓申請 記者林中正 蘇一歡桃園採訪報導 我的天啊